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我是Lucy 我有两个字来盖过我在香港的生活 那就是充实 欢迎来HouseX 我在香港家 当然有了 我觉得可能 要我说 我觉得来香港整个这个过程 就是一个遇到困难 解决困难 心理困难又出现了那样的一个过程 那最大的一个烦恼是什么 比如说 比如就说这个手机 我在香港 来的第二个礼拜 然后就新买了一个手机 然后呢他 他就不幸身亡了 所以我现在又用回来这个小烂手机 事情是怎么发展的呢 哎就是幸灾问货呗 我觉得来香港之后 不是他们都说来香港买电器啊买电器啊 然后我就马上买了一个所爱最新款的手机 然后买完之后 就带着出去玩嘛 出去玩结果 就让同学帮着拿 然后那个海水一个浪打过来 然后手机就进水 就进水之后 就没有再修好 你尝试过修它了吗 是我去厂家修过 然后他说修不了 于是我就拿到了一个维修中 另外一个维修的地方去维修 结果他要了我900块 结果修的第二天 然后嘛又坏掉了 所以就等于我的手机 除了买手机之外 还损失了维修费嘛 然后合起来 呃 但是花来要有4000块钱 再加上精神损失费 5000块钱 哈哈哈 可是你那个没有修好的话 你没有尝试去找他吗 怎么样 嗯是 我我当时就是特别特别生气嘛 因为你 你既然你已经没修好了 当时我拿到手机的时候 他修好了 确实是好的 于是第二天就坏了 然后我就 呃 我的室友嘛 马上就跟着我一起 又去了一次跟他讲理 因为我不讲 我不讲广东话 所以 挺难跟他们去评理的 然后我室友就跟我过去 后来去了一次 他说 呃不好意思 修不了 然后呢 嗯 然后我又 我的香港的一些body 在香港的body 然后他们又跟我一起去 然后又去跟他讨一个说法 然后最后他决定 就是他说 我再帮你看一看 结果看完之后还是说 如果需要再维修的话 还需要再 再要交钱 所以最后我就算了 然后 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朋友 他以前在消费者行贵 做过internship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可以去投诉 然后我就根据他说的写了一动信 给消费者行贵 嗯 嗯 那最后事件还是没有解决了 嗯 虽然没有解决 但是 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朋友们给我挺多鼓励的 而且在香港的这些body 然后他们都跟着我一起去跟他们说理啊 什么 然后我就觉得 嗯 嗯 嗯 虽然手机没修好吧 但是 还是觉得这个过程看到了 看到了这个这个 嗯 朋友们对我的这些关心啊 和支持 另外就是 香港消费者协会 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效率还是很高的 因为 嗯 把那个东西系进去 没没过一段时间 然后他们就回信过来 这件事情正在调查中 目前消费者协会 还没有给一个特别明确的答案 但是 嗯 嗯 但是我觉得还是在这个过程中 学到了挺多东西的 那你现在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还期待从消费者协会那里得到一个说法吗 哈哈 我觉得就是 就是经过了这个 看看可可的这些事情之后 觉得 嗯 还是平静的 平静的接受手机身亡的事实 然后也 也没什么 我没有想过就是消费者协会 一定要有赔偿或者怎么样 嗯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 可能当成一个 学习 学习的过程 在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心态的话 就不会觉得自己特别倒霉 心情特别沮丧的 有啊有啊 香港好多好朋友 嗯 例如 给我们讲几个故事 嗯 要说最 嗯 因为跟我相处最多的人 那就是我的室友 Jacky 然后我觉得她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 特别特别 喜新的那么一个小姑娘 为什么这么说 嗯 有很多 有很多生活的小细节都让我特别感动的 嗯 比如说刚才我们进到这房间 大家都看到那个啊 Lucy还有Jacky 另一个就是她写的 然后把我的名字写上去贴到门下了 然后我那天回来的时候 我还觉得 哎 还蛮好玩的 嗯 而且嗯 记得那天 那一次 香港特别冷啊 然后 然后 在刮大风的样子 很多人都得了感冒 然后我那时候 正在上 正在上网跟我的朋友聊天 然后呢 Jacky就在旁边 哎 放了一个杯子到我的桌子上 然后我一看里面 就是 她自己做的可乐姜汤 然后为了 为了 防止 打扰我跟人家视频聊天 然后她就写了一张小条子给我 嗯 然后上面写 天冷啊 要注意身体 然后继续我做的可乐姜汤 要趁热把它喝掉 然后她就 就直接她就自己回家了嘛 然后我看到那几条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特别感动 我觉得 嗯 虽然你看 离开家那么远 离开以前在北京的好朋友 但是在这边 有那么一个好的室友 然后体贴啊 关心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 我特别幸运 幸运就是能 在香港有一个这么好的室友 然后我觉得 嗯 她特别特别细心 而且特别会 体贴照顾人 比如说我们俩的坐机时间 有的时候就是分开的嘛 但是她每天晚上 嗯 都 嗯 都把灯关掉 然后自己就默默的学习 然后也不会影响我的棋聚 嗯 嗯 北京的好朋友 你看我们学校 一共一共来了十个嘛 然后有 嗯 我的最好的一个朋友 Renee 然后也住在我们这一层 所以我们经常会 嗯 跑来跑去啊 传传门啊 然后Renee 你特别好的家 谢谢